大家好,这里是小波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道家思想的经典庄子这本书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庄子《秋水》这一篇 这一篇虽然是庄子外篇的一篇 但是重要性和思想内涵 可以和著名的奇物论相提并论 在奇物论里面 庄子提出了万物奇异的思想 庄子将人和万物看成统一的整体 提出了著名的其彼此 其是非 其物我和其生死的四种境界 而在这一篇《秋水》里面 庄子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 庄子说 以道观之,物贵贱 把人和大自然万物都等同起来 大自然的万物都遵循道 万物都是平等的 庄子在这篇里面 就用了北海之神和河博的一系列对话 来阐述自己的思想 那首先我们来看庄子是如何论述 人类认知的局限性的 庄子说 秋天的雨水多 随着季节的来临 小河溪流的水就流入了黄河 黄河的水面很宽广 从河的这边看到对面 连对面的牛马都分辨不清楚 于是黄河之神和博就得意洋洋 以为天下所有的美好都全部在自己身上了 以为自己非常的宽广 他顺着水流一路向东 到了大海 朝大海的东面望过去 却看不到尽头 和博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望着大海对北海之神说 俗话说 听了很多的道理 就以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 这句话就是说的我 我曾经鄙视孔子的见识 轻视薄异的异形 起初我不相信 现在我总是目睹了 你难以穷尽的广大 我要是不到这里来看到你 我就糟糕了 我可能永远都会被那些 得道之人所笑话 那这里庄子通过黄河和大海 进行了对比 看到了一个人的认知局限性 就像庄子在《逍遥游》里面说的 小只不及大只 小年不及大年 庄子继续用北海之神和和博的对话 来阐述了人的认知局限性 北海之神说 我们不能和井底之蛙谈论大海 因为它受到了空间的局限 我们不能和夏天的虫谈论冰雪 因为它受到了时间的局限 我们不能和偏袒的人谈论道 因为他们受到了世俗礼教的约束 这就是庄子经典的井蛙 一个人的认知 受到了时间空间和经验的局限 是非常有限的 北海之神继续对何博说 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渺小 四海存在于天地之间 就像小米地域存在于大仓谷里一样 世间万物有万千种 人只是其中一种 每个人和万物比起来 就像牛马身上的一根毫毛一样 五帝所缠让的 三王所争夺的 仁义之士所忧虑的 侠义之士所劳苦的 全部都由此可以看透 博弈词让爵位已获得了名声 孔子讲述六经已显得渊博 这些人都是自以为了不起 但其实就像江河之士 较于大海一样 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庄子在这片里面 借用何博和北海之神的对话 运用了对比和拟人的手法 阐释了我们认知的局限性 非常的生动和形象 庄子说 生于死之间 就像一条没有阻隔的大道 它们并没有起点或者终点 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生于世间就不会更加的欢喜 离开世间也不会觉得是祸患 庄子说 既人之所知 不若其所不知 其生之时 不若未生之时 以其自小求穷其自大自祸 事故迷乱而不能自得已 稍微算一算我们就知道 我们所懂得的知识 远远不如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多 我们存在的时间 也远远不如我们不存在的时间长 用极为有限的智慧 去探索没有穷尽的境遇 所以内心会迷乱 而必然不能有所得 这对上庄子在养生族里面说的 五生也有牙 而知也无牙 以有牙随无牙 代以是一样的 这里并非说 我们不应该追求知识 庄子只是想告诉我们 我们即便穷尽一生去追求 所获得的知识和智慧 也是非常有限的 天地之大 是我们所不能了解的 每个人存在 都是非常的渺小的 我们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无法看到世界的全目 其次 在谈论了关于认知局限性之后 再来看看庄子 是如何论述 大家思想的唯物辩证法的 何博继续问北海之城说 我们如何来分辨事物的大小和贵贱呢 北海之城说 以道观之 勿无贵贱 从道德立场来看 万物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 贵贱都不是由自己决定的 从事物大的一面看 所有的事物没有不大的 从小的一面看 所有的事物没有不小的 大小只是每个人主观的意见而已 从公用的角度去看 如果顺着事物有用的地方去使用它 那么万物都是有用的 如果顺着事物无用的地方去废弃它 那么万物都是无用的 顺着事物肯定去加以肯定 那么万物没有不受到肯定的 顺着事物否定去加以否定 那么万物就没有什么不被否定的 庄子还举例说 之前的姚帝顺帝 用缠让的方式来传承了地位 而燕王快和紫之雀 因为缠让导致亡国 从前桑汤和周武王靠争夺而称王 楚王白宫雀因为争夺而死亡 从这些例子看 争夺和缠让 有的人受到了尊敬 有的人遭到了唾弃 高低贵贱并没有一成不变的 所谓窃勾者诸 窃国者猴 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这一段是庄子辩证思想的其中体现 也体现了道家思想的唯物辩证思想 脑子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除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除狗 意思是说 天地并没有什么仁慈 对待万物都是一视同仁的 而圣人也是一样的 对待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庄子说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万物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所谓的高低贵贱和大小 都是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 来看待世界的样子而已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那后面我将继续分享庄子的精彩内容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小部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得云